两位女明星的感情世界 先来看的是一人六月 跟这个同门师弟李懿 两人这个好事已尽 今天六月的说法是 婚礼筹备好了 只差日期没定 还有这个名模吕欣怡 日前传出被男友暴力相像 在今天付出走秀 她化了大浓妆遮掩伤疤 修长双腿 搅好身材 展露无遗 她是名模吕欣怡 一个月前爆出遭男友 殴打拳脚相像 漂亮脸蛋成了熊猫脸 就是会有疤 可能以后可能是要靠雷射 这次出席走秀活动 吕欣怡脸上化着浓妆 似乎想把伤口遮掩起来 本人也因为惊吓过度 174公分的她 爆瘦成45公分的纸片人 精神上会容易比较慌神 就是很开心啊 会怎么样 活动上同样受瞩目的 还有她准新娘六月 或许是恋情即将开花结果 心情大好 一上台自己就先爆料 我的婚骨 我的婚骨 她自己讲的 我没有讲 她自己讲的 除了日期不确定之外 其他的都是出 对 都确定了 男朋友的先生是确定吧 我的会换呢 都在那边 还有其他艺人彭于燕 被周刊拍到 和舒淇在夜店优惠 是不是一样正在谈姐弟恋 本人则是急忙否认 感情世界一样都还是工作滴滴滴这样子 法郎开幕活动 众行云机 艺人恋情 吸进各个有话题 果真成功抓住媒体的目光 周恩新闻综合报道